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回来了 32支球队争夺国际足坛最高荣耀 谁会是这一届的大热门呢 小马 逸杰还有传威这三位球评员 点出了心目中的四大热门球队 一一解读这些冠军热门的夺冠优势 乐夫以他一贯式的一个战术风格 因为他也知道他们的那些得意志坦克的精神 得意志坦克战车的一个战术 在搭配上现在有一些控制型的战术在里头 混合在一起呢 除了就是能够拿到好成绩之外 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四年后的今天 我觉得这个德国队呢 整体实力是有真无减 而且他们的这个打法更加多变了 就不再只是啊 就是像一些球队只有一种风格 地面的传控也可以 他跟你打快攻也可以 他跟你打反击也可以 所以他跟你阵地战也是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德国队是非常的全面 经历了一个欧洲杯 打入了决赛 然后再又在这一届的世界杯里面 感觉好像也准备了两年 在更衣室方面呢 暂时也没有听到太多不和的一个揣言 因为非常重要 如果法国队的更衣室 如果没有太多问题的话 他们表现一般上都是很好 上一次为什么会在小组赛就被淘汰 就是因为他们更衣室出问题 现在的法国队虽然是很 可以能掀起这个年轻风 青春风暴 大家都是球星 历历都是星 可是他们就缺乏了一个 好像一个真正的一个领袖级的人物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法国这个主教练 怎么样去调度这个球星阵容呢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巴西在上一届的世界杯 虽然耻鲁性的以1比7 残败给了德国在半决赛 然后最后只能拿下第四名 其实这跟他们的包袱有关 一来他们的那时候 政治环境非常的不稳定 二来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因为他们是主场作战 背负着太大的压力 巴西呢其实是比四年前呢 我觉得更有这个创造力 更有这个杀伤力 他的中前场是这些球星啊 都渐渐的成熟 他们这些都能够分担这个内马尔的这个任务 他的这个重担 不需要只靠以前所有球都交到内马尔的脚下 那么这几个攻击手的存在呢 可以令对手防不胜防 我是觉得 这个阿根廷这一届世界杯带来的这些球员来看呢 基本上他就是延续了四年前这个上届亚军的这个班底 就是这些球员都 我觉得四年后的今天 他们其实已经渐渐的老去 那么我觉得他们的战术始终还是会围在这个维西 作为这个核心 维西在黄金的那个岁月里面呢 是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 就这一次如果他真的是错过的话呢 他应该以后应该也不能再拿世界杯 所以他也就和错过了这个球王的那个称号 他不能和马拉多纳相提并论呢 所以这一次呢 我相信阿根廷为了梅西 为了他们塑造另外一个球王 他们会拼尽全力 会力保梅西可以这一次 可以尽可能是可以让拿下这个世界杯 一圆这个球王之梦了 四大热门当中 哪一队会杀进决赛 小马和传威一致看好德国和法国上演巅峰之战 不过义姐却认为 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 可能杀出重围 打进决赛 虽然他们是拿了欧洲杯冠军 可是大家就觉得 这个好像 好像含金量不是很足 尤其是在小组赛 他竟然没有赢过一场球 他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大家 对他还是有很多的那个质疑声 所以这一次呢 我相信葡萄牙也很想要用这个世界杯 来为他们证明一下 本届世界杯可说是按流汹涌 究竟足坛新势力能否杀出重围 创造经典 还是继续由欧洲主流统治留住大力神杯 答案将在7月15号揭晓 身为球迷的你 会看好谁 惩罢世界足坛呢 NTV7 陈伟恒 专题报道